這個就是殿堂級的 這個就是殿堂級的 雪茄的頂 基本上它是不可複製的 它什麼時候會再出 不知道 這次到了52年呢 全球只有25支 原廠桶槍的酒 這些酒聽說 現在目前大概在380萬左右 它就像是新台幣在你嘴巴裡面 飛舞一樣 新台幣打成汁也不會這麼好喝 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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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超快的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今天我們來到新竹 找好兄弟漢志 今天要開出來的家 聽說是很厲害的家 雪茄界的天花板 同時也要介紹給大家 非常非常厲害的威士忌 大摩52年 超百萬的雪茄 超百萬的美酒 我讓大家大開眼界 超快 我們請漢志給我們介紹 擺在我們面前的究竟是什麼樣令人不敢相信的怪異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 H.Alberman的Humido 跟大摩52年 這隻大摩52年呢 全球只有25隻 25隻 對 那你現在看到的有6隻 我們在前幾集有跟大家分享 大摩這一個品牌 那時候我記得15年那時候好像才2-3000塊 我聽到最新的15年報價已經大概在1萬塊台幣了 當時我們講的 雪茄即將精品化 雪茄即將大漲 大摩即將漲價 有多少 你能買得到 你趕快買 然後現在已經比當時的價格幾乎都是翻倍式的成長 漲了好幾倍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一直講一直講 我們沒有時間抽雪茄 對 要抽雪茄 要 我們現在不講久了 不講久了 我們先喝一口 不講久了 我們抽雪茄 我們抽雪茄 H.Alberman的Humido 非常限量 這個是復刻1935年 出過這一款雪茄 他是找國際大師去製作這個Humido 重點是這個Humido 它的尺寸是獨一無二的尺寸 他們在採購這些煙草的時候 他選擇他特別的配方 他這一批煙草 我就是做這些量 我做完就沒有了 所以人家說 今天開了一盒這種 將近百萬的雪茄 會不會心痛 我看著他 我不能抽他 我很痛苦 就好像看著一個爵士美女 躺在這裡 可是你卻不能 日米獎的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因為他這一個有一個鑰匙 然後他可以把它鎖起來 這Humido真漂亮 然後他是全球限量450盒 第325盒 哇 你看他的煙草啊 非常漂亮 沒有什麼任何的顆粒跟瑕疵 就很像那種嬰兒皮膚一樣很細緻 你看喔 他的那個皮革味跟那個鞍的味道幾乎都沒有了 沒有 他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很樣的那種味道啊 哇 你的費已經選到了 好 那我就是那一支了 像漢字講的一樣啊 他其實是一個 特殊的定做版 他這一批的煙葉 就只生產這450盒 你抽完了以後 這一批就不會再有了 不會 他是為了致敬是 你說什麼 1935年 1935年 對 1935年是他媽 90年前耶 他下一次 就是這一次啊 2014年復刻的 極少量 這都已經是全球收藏家 大家用搶的 可能大家對雪茄有一個認知說 嗯 他是一個消耗品沒有錯 他也是一個奢侈品 那他也是更好的工藝品 這已經是博物館等級的 這是博物館等級沒有錯 對啊 珍惜他就是 超越什麼 R reserva Gran Reserva 再上去的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 humidal humidal就是 已經很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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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啊 我抽雪茄這麼久 我只看過這一顆而已 你只看過這一顆而已 我奉獻給超拍 結果你今天就把它拿出來給 你說你心情不好啊 哈哈哈哈 我讓你好 我讓你心情好啊 來來來來來來 這家真的是 細細看 謝謝謝謝 漢字剛跟大家解釋的時候 這個就是殿堂級的 humidal 雪茄的底 humidal 基本上他是不可複製的 他什麼時候會再出 不知道 你看一般我們是 Regular size 是很正常的 比方說到這裡 這個是很特別 他是像一個 有點像一個葫蘆型 他是這樣直的 然後慢慢慢慢變大 然後到這邊最大的時候 又開始往下收尾 這不是魚壘啦 這個叫這個型號叫什麼 兄弟 這一款的型號叫做 Sprimo 你知道這一款雪茄 它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嗎 他在捲製這個雪茄 他用的 用的煙草 比一般雪茄還來得多 他捲的時候會捲比較密 他會讓你的阻力變強 難怪我們都那麼吸不到 他讓你的阻力變強的時候 你每一口的味道 就等於是濃縮 因為他煙草的質量更密 你吸到口腔裡面的感覺 會更凝脆更紮實 他就是這一段 會讓你覺得 比較不容易吸 但是到後面會越來越好 這個階段 我抽起來的時候 煙量沒有出來 但是他的味道是很 很凝聚的 到現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正常了 他的煙量就出來了 大概抽起來是脆的嗎 他的木質感很好 然後他還帶著蠻多的花香 有一點花生 然後跟杏仁的味道 每隻雪茄 他吸起來 我們形容像可可香 花生香 或者是皮革香 其實他都是一種 異香 讓你更容易去感受 這隻雪茄的美好 那每個人的感受 都有略微的差異 但是 好的形容 會讓你更快的 快速的進入這個世界 抽到雪茄 我就不想講話 因為他味道真的太好了 真的很棒 拖你的福 我才有勇氣 把這個打開來抽 嘿嘿嘿 是我拖你的福 哈哈哈哈 誰叫你一開始 就介紹什麼神之雪茄 跟女神最近的距離 女神最近的距離 女神最近的距離 現在沒 怎麼啦 製作製作了 沒有東西可以做了 只能再挖更強的東西出來 不為也來不及了 那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這個大摩這些酒 聽說價值就已經超過2000萬了 高年份的酒 再加上他是全球性的 又非常的稀缺 麥卡倫 1926的10月份 他們排出了一支 5000多萬台幣 他是足足60年 全球現象是 麥卡倫原廠只有一支 但是這一支酒 光發情的數量 就只有25支 又是52年 原廠統強的酒出來 那一旦讓大家知道的時候 這一定是瘋強 這支酒特別就是 他這個頭 跟這個鹿角 都是純銀的 然後再加上整支都是 用最頂級的水晶 去做出來的水晶瓶 這很漂亮 對 然後呢每一支酒 都有他自己的編號 一口乾 你是想把我的扣打也喝掉 是不是 這個絕對不會一口乾 打開我的嘴巴 是為了迎接他衝進來 最大面積的 讓他去接觸你的口腔 可能看起來 沒有那麼文雅的漱口 是為了讓他在你的口腔裡面 激烈的衝擊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文雅一點的方式 就 就抿著他這樣 哇 這個香味 很棒對不對 真的很棒 享受 我現在也不想講話 我喊我喊我 大家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大膜52年 45年的一支大膜 幾十萬台幣 你就買得到了 但是只要他一跨過 五十年 不好意思 兩百萬起跳 五十年跟五十一年的酒精濃度 是 四十度 這支酒的酒精濃度 我看一下喔 四十二點四 代表他足足在橡木桶裡面 沉睡了五十二年的原酒 倒出來 四十二點四度 這一款酒比較特別的是 他全球只有二十五支 你看這六支 就是六個常家 包含我自己還有幾支 就是還有幾支 就是這個 該不會這二十幾支 脫在你一個人身上吧 我們沒有展示二十五支出來啦 所以不會是在我一個人身上 但是如果你有想要 你可以跟我講 我可以讓一支給你 就一支而已 改成送一支可以嗎 大膜原廠的酒 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多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如果你有能力 如果你還遇到他了 我覺得你可以把它收藏起來 因為這個品牌未來不得了 我記得六十幾年那一支就破千萬了 一支好像也是大概一千四百萬左右 他絕對不會是最貴的 也不是現在這個價錢 他還會再更貴 那現在到底多少錢啊 現在目前大概在三百八十萬左右 三百八十萬 他比四十八年還便宜 四十八年是因為他送進拍拍公司拍 那這一支 目前知道的還比較少 對 目前定價是定三百八十萬 三百八十萬我應該可以買兩支喔 所以要有人開來喝 你手上那一支就會更貴 那今天買兩支酒 我開一支 另外一支還會漲價 你可以買六支啊 我可以買六支 一瓶你喝 一瓶你跟超快的粉絲喝 一瓶跟我喝 一瓶跟你家人喝 那你就把這兩瓶留下來當傳家之寶 你剛好兩個小孩看看齁 也是齁 對 你差點說服了我 還好我現在又恢復清醒 你喝不夠多啦 來啦 如果觀眾朋友問我它是什麼味道的話 我只能跟你講說 無比的美妙 無比的順暢 它就像是新台幣在你嘴巴裡面 飛舞一樣你知道嗎 就是一種最頂級的享受 最頂級的學家 最頂級的美酒 這個東西真的是 不會講啦 這實在很厲害 喝一口少一口 我跟你說新台幣打成汁也不會這麼好喝 我說真的台灣啊 52年沒有人可以 擺比他更多的 他今天擺6隻 是因為他比較 保守一點 他應該可以擺10幾隻的 他可以擺 你要哪個號碼你跟我講 喜歡我們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希望藉由漢字 藉由我們 可以讓你設立更多不同的目標 人生要有夢想 才不會活得像鳥鮮魚 操擺 操擺